好不知道你们遇过呢 要看演唱会 但是票不见了 到底该怎么办 之前有民众要听阿妹的演唱会 但是票不见了 即使提出购票证明 还是不被放行 让这民众真的好哦 不过最快五月开始 现在只要能够提供购买证明 就算票买不到 还是可以胜利入场 阿妹在台北演唱会 风光落幕 有人还在回味动人表演 但是有民众因为票券遗失 花了钱 却看不到演唱会 就还蛮碎的啊 我很难过啊 民众很难过 今年一到四月 各地消保官就接到 三十八件退换票 和票券遗失的申诉案 当中有三件 和阿妹演唱会有关 为了不让民众当冤大头 行政院消保处和文件会宣布 最快在今年五月 即使消费者票不见了 还是可以凭购买证明入场 这项草案 目前规划了包括 业者必须提供退换票服务 而且手续费不能超过票价的 百分之十 记名票券损毁或是遗失 可以凭身份证明入场 化卫的票券 只要没有其他人进场 民众出示购买证明 也能顺利欣赏表演 认证不认票 我就可以接受啊 因为反正不可能 一个座位有两个座 就是真正的座位 已经去做 第二个就是现行犯了啊 为了喜欢的偶像 粉丝花上大把时间和银子买入场券看表演 草案通过之后 民众就不会再被拘于门外 真是林东民台若仪台北采访报道